哈喽大家好,我是芒果 我今天又来给你们做这个超市购物分享了 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差太差太差了 就是下着那种萌萌的细雨 喷水的那种喷水壶 喷到你身上的那种感觉 我最讨厌这样的雨了 然后打伞都感觉挡不住那个雨 但是我还是抱着雨去了一趟中国城 然后在中国超市买了这么多东西 一共花了15磅 跟你们分享一下我都买了些什么 首先是一个四川铺盖面 这个是番茄酸汤味的 我对那个白家的东西就是特别有好感 就我从国内带了他家的那个火锅底料 然后觉得超级好吃 下面的时候放进去 这超级超级好吃 建议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在宿舍煮面的话 都去买他家的那个火锅底料 煮出来不好吃 你来找我 我来帮你吃 然后这是一个方便面 这个泡面是1.15磅 然后是一盒汤圆 不是那种很喜欢吃汤圆的人 但是今天看到汤圆以后就突然好想吃 然后就买了一盒回来 准备过两天当早餐吃吧 哦 这个是红豆下的 这个是1.15磅 还买了一个金麦郎香辣牛肉面 金麦郎就在我们家那边的超市都找不到 然后看到了以后就特别激动 然后就赶紧买了一包 就是金麦郎谈面 以前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广告的 0.55磅 然后是一罐老干妈 这个是那个豆豉的那个 我其实从国内带了火锅底料 带了4包吧 然后还带了三包老干妈的香辣菜 但是我没有带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太容易碎了 我怕在飞机上拖运什么的会碎掉 就今天去超市买了 这个是1.6磅 然后还买了一个 这个是泰国的那个芒果糯米饭 我上次是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推荐这个了 这个是3.45磅 下次我做了的话应该会在微博上发图 然后还买了一盒奶黄包 这个我想吃好久了 就感觉这当早餐或者晚餐吃都还挺合适的 这6个2.95磅 价格 也还可以接受吧 然后最后是一袋一米 买了一小袋这种 我看就是宿舍群里面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锦字米特别好吃 这一小袋也是2.95磅 有多少颗 一千克 我之前的那个米是 Maurice's买的吧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现在在吃的米 就是长这样的有两种 一种比较贵一点 一种比较便宜一点 我买了那个稍微贵一点的 这个好像是4点几磅 还是3点几磅来着 然后我也吃了有一个月了吧 现在还剩这么多 还可以 还不错 还能接受 但是他们说这个米特别好吃 然后我看价钱也还蛮合适的 所以就又买了一个这个米 那今天的购物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Bye